北市为市场夜市摊商大规模施打疫苗 第一阶段在今天要告一段落 一大早怀生国中涌入了摊商排队打疫苗 北市摊商第一波造册 一万八千多人接种率大约来到了八成左右 不过其实这个数字和全部摊商的人数 还有一段的距离 有不少人就抱怨没有疫苗可打 对此北市府强调 这次主要先针对中正万华区的市场施打 还会有第二波市场接种计划 市场摊商一个接着一个保持社交距离排队入场 来往前到4号这边咯 两体温消毒双手带着双剑剑来报道 只要符合造册资格 马上进入二楼注射区接种疫苗 赶在北市市场接种专案最后一天前来施打 北市要聘一个礼拜内 打完首播造册的一万八千多名摊商 大安区怀生国中接种站提前一个半小时开打 两天下来打了超过三千两百人 只不过部分地区像是中山区的秦光市场 一个摊位只开放两人接种 还是有员工打不到疫苗引发敏怨 我们是一摊一家两个 会啊会担心 没有人做生意的还家属 或者是员工还没打 还有的市场甚至没在造策名单内 像是内湖737商圈 湖光市场人超多规模大 一样都是摊商却没疫苗打 北市府这样解释 中正万华区就热区为优先 那有确诊的案例的区域也列优先 然后大型的市场 这些都有一个接种的顺序 当然也知道说还有一些市场可能在第一阶段里面没有纳入的 第二阶段再来进行相关的疫苗的接种 北市摊商至少两万六千人 市府规划第一阶段剩下的疫苗 加上中央多配发的两千计还会有五千计左右 将投入下一波市场接种计划 尽可能要在最短时间内 为北市所有市场业实摊贩建立社区防护网 记者女士们黄明善台北报道